请问看部 如果直接修空性 不修处理心和菩提心 在证悟空性之后 可不可以自然就升起菩提心呢 有这样子 个别的人会有这样子 但是多数人的顺序就不是这样子 个别人也有 这个佛经上也有讲 个别的人 因为他可能是 他自己的各种的原因 可能是空性这个方面 他了解的比较多 可能是也有可能是 他的前世的这些 对空性的一些积累都有可能 所以这也是菩提心这些 还没有修得特别好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 他修得不是很到位 但是空性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空性方面的证悟 但是这个证悟不一定是 境界不一定很高 证悟了 虽然是证悟了 但是有可能也是初步的证悟 那回头再去修慈悲心 菩提心 也是可以 有这样两种顺序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来说 先修处理心跟菩提心 然后再证悟 这个路是多数人是比较适应的 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办法 比如说他不修处理心 不修菩提心 他证悟空性之后 没有办法自然而然就产生 这个处理心和菩提心 对吧 自然而然的 因为证悟了空性以后 这个也不能排除 但是这可能是很少很少 都是少数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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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